知名导演蔡明亮这次转作了策划人 在他所打造的台北中山堂蔡明亮咖啡走廊中 邀请摄影师郭定源展出名为 《淡漠的黑白风景》系列作品 清亮的吉他演奏声优雅的旋律 为这场在台北中山堂蔡明亮咖啡走廊 所举办的摄影展淡漠 郭定源黑白风景摄影各展 用好音乐来揭开一系列的黑白照片展览 想到的东西借由影像把它表达出来 那刚好就是在读庄词的时候 读到刚才那个蔡导演说讲的这一句话 就是和气于墨游心一旦 它是其实墨是一个空间 广大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淡是一个色彩深浅 就是它跟色彩浓厚相对比的一个状态 黑白系列的风景照 跳脱一般人对风景照片 应该是色彩丰富艳丽的想法 主要是希望观赏者能够摆脱色彩框线 呈现精神形式的意境 慢慢用心看 而摄影展的策展人也是知名导演蔡明亮 用他所打造的咖啡走廊 搭配上收藏的老椅子来展出这一系列的黑白照片 可是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就是它其实有时候是讲太多了 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作品 我就是连那个作品的名称跟拍摄地点 或者是一些解释的文字 我都没有都不要 就是直接给你看作品 那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作品的话 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可以当作它的后盾 风景照的黑白照片 从即日起在台北市中山堂进行展览 直到5月26号 缺少色彩的风景照能给读者多少震撼 就等着你用心慢慢欣赏 中加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